他呃这题就是呃就说给你一个数组比如说啊十五五七八六十一啊十 ok然后这里就是让你说啊啊问你跳n次能不能跳出去那怎么跳呢 嗯就比如说我跳舞会分一二三四五六等很多步对吧 然后他这分成很然后他是分成呃呃奇数位的跳然后是偶数位的跳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呃我第一次跳就我第一次跳那当然就是奇数的我第二次跳那就是偶数第三次跳是奇数第四次又是偶数 然后他这是进行什么规则呢 就是如果我是在第第奇数次跳的时候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跳 啊并且要找到呃一个比他要大的一个数字呃但是是刚刚比他要大呃不能比他更大就呃什么意思 就就假如说我现在假如这个十二的话我就只能找十一 因为十一是跟十是是最近的就是呃一个最小的比他大的数 呃反过来的话就是如果是我在呃我在偶数次跳的时候我我也是这个方向但是我要找一个比他小的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呃比他小或等于他吧就是他小于等于大于等于比如说我我这里还是我其实我现在呃或者这是四 呃五四都比他小那么我就是呃这个时候就找呃跟他最近的呃比他等于我小于他呃的那个数 呃为什么不选四呢因为四呃呃已经更小了我们找到五就可以了 然后呃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呃呃就是像这样跳的话能不能呃跳出键 不认为我一个比如说我10呃呃呃我10呃呃第一次下的话我就是是奇数象那么基数下我也找找个比较大的 呃找12对吧 好 到12时候呃 嗯 然后然后再偶数下偶数要要找个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找不到 ok 那实事不行 那么13号要找找个比较大的在这里 然后再找个比较小的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那这个也挂了了 然后12要只要比较大的 然后找个比较小的也不行 好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找14 14的话 我要找个比较大的 就在这儿 然后再找比较小的 就就出戒了 就是他到了最后一位的时候 他就已经出戒了 那么15的话就直接出戒了 对 所以他有效的话就是一个两个 好 我们等会可能 可能要举个更好的例子 好 我们 我们就先讲那个代码 首先就是会说会给你这样的一个一个数准 然后拿到他的长度 编辑条件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 因为这里是用dp的方法做的 我们要一个一个even的两个boolean的dp 去存 他们那个 可不可以跳出去 啊 就是我 我们这些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 我们这些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 等一下 试试 就比如说 5 6 10 8 7 8 8 ok 然后然后我们做的方法是 呃 从后面开始看 就就比如说 我们后面一个数字 他总是可以跳出去 对吧 所以不管 不管我跳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是偶 偶数次还是奇数次 奇数 还是奇数次 他都是可以跳出去的 我们看一下 我当 这是奇数吧 我当这个是偶数吧 然后 然后 不管我是在到这个位置是奇数还是偶数 那都是可以跳出去 他在这个属于奇数差 都是可以跳出去 然后就是从后往前来 呃 从后往前来数 就就比如说 啊 呃 如果说我现在这是奇数 呃 呃 怎么上 就说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奇数的话 那么他前一步应该就就应该是偶数 好 那偶数的话 我这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跳出去呢 我 我偶数的话我要找个比较小的 所以我现在是其实是跳不出去的 然后如果是奇数跳的话 我就我就应该找到八 呃 那找到八了之后 他下部就应该是偶数 那么 那么这个是一 那么这个就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 嗯 然后 呃 假如我现在是想 呃 假如我现在要奇数跳 那么 那么我就找到八 呃 假如现在奇数跳 那么就不找到八 呃 八他对应的是一 对吧 嗯 那就还是可以 然后 如果八他想 呃 想偶数跳 那就是 呃 八想偶数跳 就是大的奇数 那么他奇数是可以的 那么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 好 那十他想 奇数跳 奇数跳是不行的 因为十 他是已经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小的数字 然后他想偶数跳的话 那就 那就找到 那就是找到七了 嗯 那么找到七的话 那也是一 呃 六想 六想 奇数跳的话 哎 我想 我想看一下 军的呢 你要翻 smartest part of value if there are more than you have countries ok 所以 对于六的话 他也是六是直接找到七了 呃 就是如果他奇数的话 他只找到七了 那么奇的呃 然后其他对应的那个偶数是零 所以 所以这个是他还是他还是跳不出去 就是这是跳不出去的 然后这个偶数跳也跳不出去 对 然后他想 然后这个五他想奇数跳的话 那就得选666 他又是零 所以 零 那么这个也是零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构建了这个 呃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结果是 呃 因为每次起跳都是 嗯 因为每次提起跳都是奇数开始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你们奇数 呃 的的一把加下 这个就是最终的答案 对 呃 为什么不加这个呢 因为 因为因为因为第二个这个是属于是偶数次跳 偶数次跳 那就至少是从第二步开始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第一步 first step 都是都是奇数 所以我们都 就是就是就是不管你是从这跳还是从这跳还是从这跳还是从这跳 你都是一开始都是呃 都都算的是奇数 哦 这个偶数 这个 dp 只是帮助你来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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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技数的 好 好 我们继续来往下走 然后这个时候讲 然后这个就是两个 dp 啊 然后对 最后一位的话 我们最后一位 我们总是 摄成0 啊 摄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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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tree map tree map 然后这个时候有个value 就是说 呃 我们把这个tree map 里面就是把他那个值跟坐标给存起来 呃 然后 然后再从大数第二位开始 呃 来算 然后就再把那个调 倒数第二位的值呢 给v 啊 如果这个v 啊 当然一开始的话 我的v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 呃 那么这时候我就去找这个v 他他的lower是什么 呃 这个low key 就是说找到 对吧 找他比他小的 呃 就找到比他 就找到那个最大的比他小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值 啊 然后这个higher 就是gethigher key 就是找到最小的最大的值 好 那么就 然后就用这个方式来填充 就是low 如果他不存在的话 就说他根本就跳不出去的吧 那么就不用更新 那如果 还有也不 呃 呃 呃 等于那的话 那实在他他也跳不出去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 嗯 嗯 举个例子吧 就就比如说我 我们在考察这个 呃 考察这一点的时候 他是呃 要看呃 比他小的 就是他要看这一步 对 看这一步 呃 看这一步 呃 如果这个为一的话 呃 他就会复制为一 所以说 对于这个癌 就是一问的爱 他是等于 呃 get lower 呃 他的get lower 是这个 呃 get lower 的话 就是7 呃 7 呃 7 呃 7的index 就是等于 呃 就是他 他是拿到那个7的in 7的index 呃 拿到7的index 呃 然后再把这个index的值付给 呃 付给谁 付给他 ok 好 讲清楚了 然后同理啊 这个order 也是 是呃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要 要检测这个order 然后他就是要找到他下个最大的 呃 下一个最小的 最大的 最小指示 那就是 那就是那就是给他了 找到他 那么找他同事 然后又再对着看他的偶数 就是看他这个get higher 呃 是在哪里 然后看他的结果多少 呃 然后最 然后最后就是 呃 每次都要把这个value 就是你你你检查过的value要放进去 嗯 然后ons等于0 那么呃 那就是把out要便利一下 好 就像我刚才实说 不是 你这个问题 我当然考了很久 为什么是odd 对 因为 因为你每一次 第一次跳的时候first time 都是技术 所以你 你只用考虑那个 技术行的那个 你只要考虑那个 呃 技术行的那个 dp 呃 就可以了 对 他最终也是找哪些点可以就能跳出去嘛 嗯 完了 对 嗯 完了 感谢观看